电影版的《飞剑勇士》又是帅出了新高度 今日分享《变形金刚电影工作室》系列 超能勇士崛起 SS97 D级别《飞剑勇士》 包装方面高19、宽14、厚6.5 是个本系列D级别标准的包装尺寸 和黄暴一样 《飞剑》的背景版也同样是超能勇士七夕的丛林 很有可能电影线巨无霸角色全都是这块背景 电影版《飞剑勇士》的身材相当的修长 背后的一对大翅膀尺寸更是夸张 头雕部分散发出来的英气还是挺令人满意 身上的羽毛同样是机械感和仿生感两种元素拼在一起 全身都是以金色塑料打底 点缀有银色涂装 修长的小腿和巨大的双脚则是第二个视觉加分项 身高方面大约14公分 和微级别黄暴站在一起 可以看出飞剑的身高在D级别中算是偏高 而和王国版飞剑对比 体型要大了一圈 感觉电影版飞剑的造型 就像是冲了职的VIP玩家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 电影版飞剑非常像是王国的改模品 但其实两者只有变形逻辑一致 零件没有一个相同 而这版飞剑的重量大约有80克 可动方面 头部转动会被下巴干涉 只有45度 多方向摆头的幅度也很微弱 肩甲部分这次没有独立分剑 和上臂做成了一体 手臂根部是球性关节 平举是标准90度 手臂上举也没问题 但是向后摆动会被翅膀干涉 手臂平转同样是坐在了肘部上方 小臂弯曲是标准90度 手腕部分能够前折 但这是变形结构的一部分 躯干部分由于鸟头的位置被完全锁死 没有任何可动 倒是如果松开翅膀根部的插栓 翅膀部分可以沿双关节拉直 拥有四段折叠 翅膀的尖端当然也可以向外翻平 腿部的前踢超过90度 后摆则有45度 双腿侧披也能完全打平 但是大腿的平转依旧坐在了膝部上方 由于变形结构 膝部弯曲远超90度 同样因为变形结构 脚腕前翻也能超过90度 但是脚部是球性关节 摆动和接地的范围相对有限 优点是转动一周倒是没问题 比较出乎意料的是 虽然球性关节居多 但这款的关节手感却比较偏紧 配件方面依旧是一对尺寸很小的飞弹 和王国版不同 这次只预留了小臂上的插口 大腿外侧为了美观 取消了5毫米插孔 而由于翅膀和金银色加成 随便摆摆都很有效果 当然将两把小枪拿在手里也完全没问题 另外如果掀开背后的尾羽 同样存在3毫米的支架插孔 而展开双翼的飞剑勇士 如果有支架配合 确实会摔出新高度 变形方面 虽然零件完全不同 但变形逻辑和王国版飞剑完全一致 所以详细的变形流程 参考王国版飞剑那期的视频即可 这里就不再重复录制 只要你会变王国版飞剑 那这版也肯定没问题 细节上的差别 是双手的收纳没有明确的插栓 主要靠形状定位 导弹部分由于不能插接大腿 所以需要转向前方 还有就是这次腿部的位置较高 插栓只能定位 不能插紧 结果就是 鸟形态的腿部会显得相对粗壮 从后方观察会比王国版出戏很多 尤其是两个巨大的脚掌 虽然增加了战力稳定 但美观度方面会下降很多 亮点是鸟的眼睛有细节涂装 鸟绘部分也被涂成了银色 把鸟形态和王国版摆在一起 也同样是大了一圈 但论鸟形态的体型 我反而会更喜欢王国版的自然 可动方面 鸟嘴部分依旧能够粘开 低头幅度依旧不错 头部转动也没问题 由于翅膀和腿部关节众多 实现收斥战力也能做得到 但是上支架飞行的姿势 会再一次凸显双腿的突兀 尤其从侧后方看 腿部和双脚会显得累赘许多 也只有腐蚀角观察 才能看不到这些缺点 和王国版正好相反 电影版飞剑优先保的是人形态 鸟形态的美观度被舍弃了不少 我甚至想到了腐冲急停的姿势 但也依旧是比例不协调 综合来说 这版飞剑勇士虽然变形没有全新设计 但人形确实帅得一批 如果你不介意 鸟形态的美观被舍弃了很多 那就还是很值得拥有 最后视频制作不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千万记得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很重要 我这里先行败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